就是要冠进三个球 陆俊详 哇 先来一个火锅 对 而且 包括Tony Mitchell在内 而且他们的先发五人哦 包括 四位 大家要说好 过了博朗之后切到进区 球交给了Mitchell 虽然没冠进 但是要到M1 你修正了防守之后 就看看你 韩远能不能在得分上面加把剑啊 哇 是有看到不够传球的心情 如果还是稍微要加想象的 加尔康 这个步伏跨得很大 你想切苏尔 但是面对三名防守球员 刚跟苏豪在出手的时候 有下手的动作 也是在吹苏豪的 我们刚才那个play 可以看到林苏豪的协防意识 真的非常强哦 两边的防守策略啊 都做得还不错 这个球可拉汉太积极哦 这场运有15分哦 绝对不能缺席第五战 如果俊翔犯规的话是 给了国王队一线成绩 周一枪 给了张震亚 震亚冠冠军赛的第一个三分 还是没开张啊 他注意 一跳红天 有啦 进攻蓝板要打 苏豪的角度 对 又被拨了一下 再送到林苏豪的手上 在外线的出销 又很欢迎颜色 尤其镇亚这个点呢 还没有太好的机会吧 又是一个进攻的掩护犯规 苏豪换左边过 过了步掌之后 大挑两分 现在看到这边啊 影响的停球听得非常漂亮 不过苏豪一个后侧胯下之后 做一个抛头又闪过了波浪 就是被拉开了 苏豪的前路 这个犯规有点危险 因为小白有一个攻击脖子的动作 对 这个球真的小白比较早起跳 所以在上面做了一个 有一个扣到脖子的动作 这个左手的动作 速度上会比较吃亏 苏豪切进去又一个哨音 这几场比赛它的外线 跟第一轮有比较大的差距 不过再抛进了两分 来到十八分 小白这是一个好的防守 JUMBO 看到苏豪的防守经验非常好 小白的球没有藏好吗 上被苏豪的左手给压了过去 林苏豪踩欧洲步 也是他的出手 他过来接球 小白也把他做一样 吴俊翔杀到进去 被林苏豪盖锅 加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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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入然后交给Washburn 3秒 3秒 不过的时候苏豪来一个停球比较晚 所以被格拉汉给钻了过去 第六分 林苏豪犯满毕业 对